因為我岳父往生 所以韓奶奶說明哲的內心一定是比較難過 所以韓奶奶說她一定要來打擊加油 那她只講三句話 因為95歲她的體力可能也比較不夠 所以第一句話 我要問一下韓奶奶 你今天站在明哲旁邊 看到她競選總部成立 你高興不高興 非常高興 非常高興 你看到這麼多愛惜明哲的這麼多的好朋友 鄉親 長輩 都來這裡幫明哲打氣加油 你要跟這些鄉親說什麼 謝謝鄉親 哇 我媽媽是 我們今天以前是小學老師 發音口齒非常清楚很有魅力 第三句話 你在這裡要對明哲 特別要致上你最高的祝福 祝福明哲怎麼樣 希望林明哲高票當選 高票當選 謝謝 95歲 從5歲開始拜觀世音菩薩 已經拜了90年 哦 90年 90歲去打籃球 看到年輕人她也跟在旁邊繡球 她一輩子就是拜佛 禮佛 一輩子堵信 做人要 實實在在 絕對不能做壞事 就是這樣教導我們家的兄弟姐妹 她認為明哲 是一個最棒最棒的年輕人 所以她今天 頂著95歲的高齡 來到這裡幫明哲打氣加油 也要謝謝 感謝各位鄉親 師傅 那95歲的運動員 政治運動員 右票 條下腳 全台灣可能已經沒有了 所以容許韓奶奶 先休息一下下台 大家說好不好 好的 謝謝韓奶奶